好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給一個FA 麻煩你求這個四指的什麼指 最大指來 這題是個什麼線 跑五線 對吧二次跑五線 我要開口朝 下 所以說這時候頂點位什麼點 最高點 所以求最大指也就是求什麼點 頂點 來告訴我頂點就要怎麼算 麻煩你以後我們把它寫標準一點吧 負2A零方加上3S加4 來告訴我這一題 頂點做有兩種算法 可以用配方法也可以用公式法 因為這題數字不好算 數字不好算是老師建議大家 我們就用什麼 就用配方法行不行 就用什麼公式法行不行 因為帶公式這時候 數字比較不好算是 用公式法來算 比較不會這麼麻煩 點坐標有A軸有Y軸 A軸是起負的2A分之B 麻煩你A用負2帶 B用起來 3帶 所以負的負4分之3 所以A軸算算是起 4分之3 5A勒 麻煩你把A軸用起來 4分之3帶進去 4分之3平方 16分之9 乘負2負的8分之9 3乘4分之3 4分之9 再加級 4這樣行不行 好把它算出來行不行 可以吧 OK 告訴我 4分之9是8分之幾 18 負9加18自己 9 所以8分之9加4 4是8分之32 所以說 32加9 加起來17 41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當S等於4分之3的時候 因為負負線開口槽 下 F3分之4的時候 對吧 這時候 5Y有 最高點 也就是 最大值 會聯繫 8分之41 OK 把這邊看一下 8分之4 8分之4 3分之4